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注更多做, 杀菜也都会做 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 晚上好 今天我在这里叫大家一个我们顺德的特色菜 油盐蒸鱼, 非常之非常好 首先我们将鲁鱼汤干净 这一步的话可以透过摊贩处理 然后我们将鲁鱼的脊骨起凉刀 这样既方便胜伏和造型 接着我们用刀剪, 剪断脊骨 要不然的话, 在精济过程中, 骨会受热 卷起身, 影响造型 接着我们清洗干净的血水 不是的话会比较腥 我们用干净的毛巾蓝 吸一下血水 吸干净 接着我们撒少许的盐 两面都是哦 再加少许的白糖 最后加少许的生粉 一点点可以了, 不用太多的 和我们的花生油 将它缓缓均匀 将它缓缓均匀 都涂抹均匀 要想它熟得均匀, 熟得快 我们找个东西浪在身上, 这样就行了 接着我们煸少许的姜和葱 水开后我们大火蒸个六分钟就可以了 注意我们蒸鱼的一个火一定要大火 现在已经蒸了六分钟了, 我们看一下熟了没有 往最后的地方轻轻的搓一下 已经熟了, 已经熟了 最后撒上我们提前切好的一个姜葱丝 最后将蒸热油一发出姜葱的一个香味 就这样一道非常鲜香嫩滑的盐油蒸鱼 又直到完成了 如果您也喜欢美食,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